大家好我是小菜花 今天大家分享上海青好吃的家常做法 把上海青放到清水中浸泡10分钟 尽量去除上海青的浓缠流物 如果不赶时间的话泡久一点更好 上海青泡好以后 用清水再把它多清洗几遍 鸡蛋两个打入小碗中 把鸡蛋打散打匀 待用 水豆腐一块 把豆腐切成小方块 提前泡发好三个香菇 把香菇切成条 热锅下油 放进豆腐小方块 放进适量盐 稍微把豆腐煎一下 接着把打好的蛋液倒进来 蛋液定型后 快速地把鸡蛋打散 把切好的香菇放进来 稍微扁香一下 翻炒均匀 接着倒进一碗清水 盖上锅盖大火烧开后转中火煮五分钟 时间到 试一下咸淡 放进一点鸡精 保持大火 把上海鲜放进来 把上海鲜烫熟拌匀 上海鲜煮至断生即可 今天的上海鲜鸡蛋就做好了 喜欢我的视频 请收藏点赞关注我吧 再见 感谢观看